第一位 請陳偉業議員 武主席 我提出這個動議 基本上是要確保立法會的委員會 不單單只是主席個人本身 或者其他議員的問題 而是要被視為公正和公平的任何決定 也不涉及任何的利益 當然主席自己本身的利益申報是做足 但這個利益申報不是表示 公眾就會視為有關委員會 將來作出某些決定 不會因為某些人的身份而提出質疑 因為官商勾結 利益輸送 或者政黨和財團之間的關係 等等正正輸送的利益 一幅畫已經是1300萬 這是令人覺得利益輸送越來越誇張 什麼折 私農折也好 農私折也好 利益是越來越多的 所以究竟主席作為數碼通的非執董 一年有24萬的新樽 我覺得是少的了 你問石禮謙 他那些 真是五六十萬一年 主席 我覺得你不值得 沒理由這麼少都接受 這個對你的老人家不公平不公正 主席 扣點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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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規程問題 不規程問題 怎麼去開口 主席 麻煩叫我規程問題 是 什麼規程問題 石禮謙 有什麼規程問題 他用了我的名字 跟這個無關 主席 麻煩叫我 請繼續發言 主席 我經常叫人熟讀書 什麼叫規程問題 好像有些人說 有些人是完全有識讀書 而是不講書 有些人起來問主席 規程問題 主席 什麼時候開飯 你說多荒謬 主席 我指出數碼通 和新同基之間的利益關係 新同基持有數碼通66%的股權 而新同基在這個新界東北 是有不少的土地 今天通過這個議案 有不少人會覺得 這個發展是和某些大財團 我自己就多次批評長江 這個鼓動的發展 根本是為長江、長和系統而設的 根本整幅土地畫了給他做住宅 所以究竟這個新界西東北和財團之間的關係 是錯綜複雜的 所以為了令到市民覺得委員會討論問題的時候 有關的人士主持的會議是被視為公正 我強調是被視為公正 所以理應主席你作為這個數碼通的非執董 以及你當選數碼通的非執董 是靠新鴻基灌票給你 你才可以選到這個非執董 我有事實根據的主席 我免得再詳細數一些票 新鴻基有7億多股份 你總得票投票的時候 明顯新鴻基的7億多票 是有一定的票數給了你的 你是基於新鴻基的支持 才做到這個數碼通的非執董 這個連帶的關係 會被人覺得你繼續主持的話 這個決定會被不公正、不合理